看到家族之后才知道 炎黄是祝福 我们这个老祖宗是最早的复兴时 复兴的后代 复兴神龙到皇帝这一千年 没有文字 文字没有发明 没有记载 只知道是复兴时的后代 这是代代传的 到皇帝发明文字就有记载 那么从皇帝记载的第一代 到我这一代是136代 这个搞清楚 那我们的祖先 这个迁移到现在的安徽炉江 到我这一代是20代 那个祖先迁到那边是避难 宋朝末年 蒙古人灭掉宋国之后 他们逃难 逃到炉江在那边落户了 那么这个祖坟还在 我最近把它重新修一修 这是我们到炉江第一代的祖宗 到我这代是第二十代 人知道自己家庭历史 他会爱家了 他爱家就会爱这个土地 就会爱国家爱民族 所以我们从这个家谱来看 可以能够理解到 大概汉族都是皇帝的后代 那皇帝在当时 他有25个儿子 那么他记载里面说 他有四个妇人 有四个妃子 25个儿子 当时有信的就是四个 没有我们这个许的信 许的信是很晚 到皇帝第六代的孙子 那个时候是夏朝 夏朝就是夏朝 夏雨过世之后 王位传给他儿子 就王齐 是齐 风若暮 若暮就是第六代 皇帝第六代的孙子 封在徐国 就是国君 就是现在的徐州 这个徐信从这来的 在第六代有这么个姻缘 到三十六代 徐国灭了 被周末王灭了 你看 那个 这个 这个 徐燕王 也是很难得 周朝派兵来讨伐的时候 不抵抗 为什么呢 怕伤害人民 不抵抗 他就弃国 逃到山上去 就逃往 走了 那么以后呢 后代就用徐为现实 随着是 是是是有这么一桩呢 这个故事 这个记载的都很清楚 战争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